2017年5月26日下午 由中国美术馆 立陶宛国家美术馆 立陶宛国家画廊 立陶宛中华大使馆 联合主办的立陶宛艺术 透过风景的思考展览 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看幕式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 立陶宛文化部部长 利安娜·卢奥基特约松 立陶宛国家画廊馆长 洛丽塔·亚布隆斯·金涅 清华大学美术学员教授 美术史学者西晋施教授 在看幕式上致辞 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丁伟 立陶宛驻华大使 伊娜·冯修丽耀尼一姐等 出席看幕式 并观看了展览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公六十九件》 主要来自立陶宛国家美术馆的 大量珍贵藏品 和部分私人收藏 及艺术家工作坊 这些展品以风景为关键词 分为画家的视角 开放的结构 去浪漫主义色彩 以及绘制风景四个部分 这些作品中 步伐二十世纪初期浪漫主义 和现代主义的绘画作品 包括二十世纪中期的表现主义 和极尖主义绘画和雕塑作品 也有近几十年的新表现主义绘画 和当代艺术作品 其中展示了二十世纪至今的 立陶宛艺术风貌 此次展览是2017年中国中东欧国家 文化纪中国美术馆国际交流 一带一路特展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已于5月13日对公众开放 将展出至7月2日结束 JARETEEE-JORDS JARETEE-JARIS